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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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看双方的首发阵容 首先是在河北保定窝利这一边 主攻线上前排是7号的王启明 对角是4号杨宝奇 经营位置是9号来自白俄罗斯的乌德里斯 二传手是11号来自塞尔维亚的米蒂奇 复攻线上前排是3号陈佩玉 对角是18号的石增超 在浙江德青这一边呢 前排的主攻是15号的王斌 对角是14号的陈敖宇 复攻线上是9号李永珍 对角是2号 任俊博 那么这两队都拥有一定的强攻实力 那整体的球队状态 就要看今天该如何发挥出来 今天这场比赛应该会是比较精彩 比较激烈的一场 这一分前排触网 张冠华的扣球需要提出挑战 主才是派了前排的触网 那这样的话是开局 保定握力是有2分 那么张冠华在上一场 对这南京广列猫猫的比赛当中呢 是33扣 21中 再加上篮网和发球 一共是获得了28分 是全队的最高得分点 我们通过这个回放来看 还是比较仔细的 是自己碰到了蓝王手 自己碰到了网弹 很多时候其实可能真的下意识的 是没法直接的感受出来 所以当时他还是有一点疑惑在 这一分主才是没有判失误 保定握力开局2比0 一攻 前排的李永珍 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呢 其实他的扣球量是比较少的 四扣二中 加上三篮四发 一攻获得了9分 他现在也是来到了后排发球 李永珍的发球质量还是不错 二号位的强攻 9号的来自白欧罗斯的乌德里斯 也是一名身高比较高的一名外援 力量也比较足 调整攻了 判断的很准确 开局浙江德行这一边的自私 还是有点多 在保定握力这边 现在场上是上了两名外援 一个是正在发球的来自白欧罗斯的乌德里斯 还有个就是二传手 一传半刀位 远往的一个平拉开 15号的王斌 王斌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 也是27扣 17中 拿到了全队第二高的22分 张冠华来到后排发球 这一板的遗传质量不错 还是给接应 双方的二号位护轰 再给 点拔起来之后啊 打得还是很果断 这一分前排的狼王手有点放了 困难球 乌德里斯自己依靠自己的能力 自由人垫条 切了一个比较浅的线路 小小的梯次 还是王斌 因为比赛刚刚开始进行 两队都需要在 时间当中去找一找进攻状态 目前来看两队的一传七接的都不错 因为有几个质量比较好的大力跳发 都是直接送到位 开局保定握力是相对来说 更快进入状态的 路比三领先三分 发球的是18号的浮宫史增超 嗯 握果 狼王手还要往前伸一伸 现在在前排的主攻手 也是保定握力这边 不是最主力的选手 嗯 来往再拿一分 四号的杨宝奇 杨宝奇呢 是04年出生的一名小将 19岁 刚刚是贡献了一扣一篮 打停了浙江德青 叫了本场比赛第一局的第一个暂停 在开局啊 保定握力是已经拿到了五分的领先优势 好 没有 大家有 保定 住手 志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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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切了一个 八字线打出戒 自己的自私啊 这种一攻是一直没有打好 任俊博 那么史增超是继续发球 这个发球轮是卡轮了 再给换一条线路 打一条逆手线 任俊博来到后排发球 发后排主攻 这个复攻球没有完全配上 但是防过网了 也没有直接磨死 后三打一个卧果 王斌来到后排 进攻还是比较凶涌 来看其实这个球啊 呃 是有点碰到网袋上 发前排主攻 嗯 二次球 米迪奇啊 这个二次是非常具有隐蔽性的 挑飘 高举高打 但是这个球也是没能控制住 前排陈昂宇 自己的失误 这开局在进攻端上 一攻自己的机会 浙江德卿是 有几个点都没有把握住 送给了对手 米迪奇继续发球 嗯 一船又飞了 现在因为攻击没打开 一船也受到了影响 打反击了 越打越有 保定卧力这边整体的状态是比较 积极的 而且刚刚二船给这个球呢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短 冲进来打一个 切得很小很死 继续发球 上手撑 还是在追发前排的陈昂宇 反击的机会 还是王斌 后三 打手出界 过掉了米迪奇的发球轮 现在是因为进攻受阻 自己的自私 导致现在整体的失误率是越来越高了 不管是在发球啊 还是在一船上面 有点不稳定 保定的反轮 四号的杨宝奇 也是打开了 在两边都能够下球 这是在二号为他自己的反轮 可以看到他 在力量上也是毫无保留 镜头给到自由人杨一鸣 杨宝奇来到后盘 大力跳发 嗯 一记X球 其实这个大力跳发没有完全的发满力 收了一下 反而起到了奇效 浙江德卿这边的遗传问题啊 首先要保证好 嗯 主公换人了 换上了四号 李承康 来 改变一下遗传的局势 嗯 他换上来之后是追发 虽然说是防过网了 但是探头是没有把握住机会 不过上来之后 依旧是在冲击 替补换上来的 李承康的遗传啊 这份要提出挑战 开局就将德卿的遗传 德卿这边的状态 没有完全的打出来 我们稍微等待一下这个挑战的时间 来看回放 嗯 这一分是在界内 那么这个探头是打中了 那这样的话依旧是一船啊 一船上面送了个探头 给了对手机会 杨宝奇上场 现在是 进攻发球都有 杨一鸣接起来 哦 这个前排 没有完全的配上 复攻线上 点很高啊 可以看到几乎是单手超过蓝王手 嗯 有点到 这将得清反击的机会 嗯 下手 非常的快 张冠华在四号位 拐一条直线 可以看到他挥避速度 还是很迅速 刚刚的这个长回合 两边的二船啊 都是有一点点 船都不是很到位 换上来的李春康 发球失误了 有想法 想发个前驱估计 三号 陈佩玉 也是轻拍一板 张冠华在二号位 大力轰一脚 这个是 到裁判席这边了 力量还是很大的 上手挡没有挡住 来继续看李永珍的发球 嗯 还是在失误啊 今天失误确实是偏多一些 整体的 队员们 各个环节 失误都没有控制住 那么第一局是打了一个 17比8呀 9分的分差 又到了乌德里斯的发球了 好一传 盯住了 一对一的快球 哦 这一分是打手出键 主裁是改判 来看 最终的 最终的判法 看主裁到底是判给了哪边 好 保定握力是叫了本场比赛的第一次暂停 场上比分 目前的切分牌上是17比9 这个分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第一局 开局的状态依旧是比较重要 嗯 这一分还是判给了浙江德青 张冠华来后排发球 也是没有完全配上 原地起跳 打手出键 今天整体来看 这支队伍当中 王斌的扣球状态是最早找到的 前排后排都能够下球 看还是个环节的失误啊 就是这些小小的失误汇集起来 就造成了比较大的分差 是8比10 依旧是有8分 哦 这一分给了一点矮 春凉 给了球弧度稍微矮一些 张冠华起跳之后 只能是往下抡了 没有选择掉球 还是想去发力 篮王手两个 死死地罩住了 直上直下的翠篮 这样的翠篮啊 也是比较考验攻守的心态 在场上被翠篮 心态上要积极地去调整 不然下次的话可能就会手软 再次把陈奥宇换回来 再前排 嗯 好发球啊 打条 轻轻打了一板 依旧是落果 现在前排的杨宝奇 04年的小将 状态是比较积极的 感觉在场上打得比较开心 也是随相宇换上来发球 顺便来加强一下后排的保障 嗯 发球直接得分 跳飘 今天 在发球这一项技术上而言 保定握力这边 X球已经 有两三个了 这张德行这边发球失误却比较多 看这样一个环节就能够拉开差距 这张德行这边两点换三点 你把张冠华换下去休息了 嗯 两点换三点上来直接打 但是依旧是死死的罩住了 又是直上直下的脆篮啊 还在给 嗯 第二下是打中了 上来的第二板 拿下了一板进攻 12号的刘浩南 二船还是比较信任接应啊 林俊博 看 这边发球失误啊 是接二连三 换着人再失误 今天场上接一船 的状态也是 相对来说差一些 这边也开始送 发球失误了 嗯 连往短平快 强行组织了一板 效果不错 这样的话是来到了保定物理第一局的局点 相差了11分的分差呀 23 24比13 今天状态神勇的杨宝奇 这个发球又是破了一船 过度反击的机会 直线防起来 又是反击的机会了 正者给接应 嗯 第一个局点直接拿下 25比13 这样的话保定物理是比较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也是今天晚上比赛的开门红啊 直将得清这一边第一局的状态确实是 相对来说差一些 没有把自己的该有的水准发挥出来 希望这个局限暂停 他们能够迅速的去调整一下 我们稍作休息一会来看第二局的比赛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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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比赛 现在是浙江德青对阵保定沃利的第二局 第一局呢,是保定沃利大比分领先 拿到了今天晚上的第一场胜利 那么刚刚的第一局的表现啊 其实双方的状态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按理来说,这场比赛还是有得看 但是在第一局就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叉 浙江德青这边很多技术环节都出现了失误 但是第二局的开局啊 是打了一个2比0 今天呢,是浙江德青这边的主场 按理来说,主场的状态应该会更加的积极一些 刘永珍在上场比赛当中也是 拿到了四个发球直接得分 保定沃利这边从反轮打起 9号的伍德里斯 刚刚自己的失误 开局3比0 好,刘永珍自己的发球失误 送给了对手第二局的第一分 刚刚在第一局表现不错的杨宝奇 防起来 有效地撑了一下 自施了 嗯 这开局上来保定沃利也有点着急啊 直接防过网 移动当中的传球 迪迪奇给到了4号位 前排主攻7号王启明 嗯 今天虽然说整体第一局浙江德行这边的状态一般啊 但是王冰自己这一点发挥还是不错的 球给到之后下球率相对来说在整支队伍当中比较高 来到自己熟悉的二号位 来到自己熟悉的二号位 伍德里斯 场上比分3比5 开始打快球了 这是上一场上一局的时候任俊博这一点 有几个发挥不太好 新的一局新的起点 二船还是比较信任他 来到后排发球 场上比分6比3 嗯 二次 这是米迪奇的第二个二次 直接得分 拿了两分 王启明来到后排 发前排主攻 直接自扣 打手出界 沈奥宇在第一局的时候也是被连续追发呀 送掉了几个一船 一船状态不佳 然后也是被换下 在场下去进行了调整 第二局依旧是首发上场 现在场上呢 坚硬位置是没有派上张冠华 是第一局局末换上来的刘浩南 嗯 直上直下的篮网 陈佩玉和杨宝奇 今天保定沃利这边啊 是已经有几个直上直下的篮网了 是增超 帮帮接一个一船没接好 是送过来 底线位置 嗯 点啊 确实比较高 点高力量大 刚刚杨一鸣也是想去帮忙 但是 位置上两个人应该是 有一点撞 没有接好 这样的话是 追平了直将得轻 7比7 又是打停了 缴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 处理 暂停回来之后 两队依旧是7比72 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看到李永珍也是积极地在跟队员问沟通 其实在场上 队员之间的沟通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环 暂停是打乱了发球的节奏 石森超发球失误 看场上河北这边是 自由人10号张玉康 郑高玉来到后排了 擦了一下网带 依旧是梯次 今天杨宝奇的进攻是屡时不爽 年轻的小将在场上打开之后 队友们反应也是非常给力 哥哥们都是积极地在给他良好的反馈 让他进攻越打越有 状态越来越自信 单手托了一个 陈两阳的这个处理 和李永珍之间终于是配了一个好球 跑动当中的传球 轻拍一板 这个挥避速率 好球 看王斌今天的状态确实是不错 现在应该也是全队 目前来说得分点最高的一个人 嗯 发球直接得分 暂停回来之后 这将得轻是连班三分回来 李永珍是让他们卡轮了 发到了前排三号陈佩玉的手上 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 再来一个ACE球 发到了边线上 这个角度确实相对来说有点刁钻啊 李永珍连续的两个ACE 打听了宝丁窝里 叫了第二局的第一次暂停 场上比分来到12比8 这将得轻是连得了4分 过去旁边 的主持人 第二次暂停回来 在你回来之后依旧是李永珍的发球轮 一转半到位了 拐直线 依旧是四号杨宝奇反轮 手腕上做了一个变化 切了一条直线 追了一分 刚刚那一分如果再不拿下 就有点关键了 两个篮王手 三号的陈佩玉和七号的王启明 都是没有被二船骗到 等着攻守的进攻 慢了一拍起跳 拦住了接应的进攻 这两板的发球也不错 完全是照着手去打的平打 这一分应该要提出挑战 这一时就会有点反应 这个人是否受了 这个人是否受了 这一天是否受了 这一方面还能受到 这一段时间 还能受到 这一段时间 还能受到 这一段时间 也能受到 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 来看这个回放 看有没有擦到小臂 没有碰到 挑战失败 那这样的话 保定威力又是追一分回来 哦 这个第三版的发球 依旧是很有威力 哎 这个高难度的调整弓啊 王兵依旧是改变下手 很聪明的没有选择去 死轮 手腕上的力度 是有控制的 最终是打了个沃果 就从超越底线的位置 打过来啊 这是把劣势化为了优势 转换成得分 刘浩南 打球得分 14比11 热衣传又开始有波动了 反击的机会 快攻 这二号位啊 打一条腰线 保定威力这边 总体来说 相对来说 还是打得比较耐心的 米蒂奇在分配球的过程当中 确实是组织的比较好 很清晰很知道 一攻反击该给到哪 而且给的球呢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攻守是比较好下球的 打手 15比12 15比12 嗯 比赛来到了第二局的局中 王兵的力量啊 依旧是毫无保留 这边换人了 换下了四号 然后保齐换上了隋香雨 现在是一船上面受到了冲击 把隋香雨换上来 在后排 来保障一下一船 王兵今天的状态是比较好的 这样的发满力的大力套发 它的稳定性确实相对来说 会稍微欠缺一点 但是在发球这方面 敢于去冲击 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 因为如果说球发的太菜了的话 在男子排球运动当中 一船接好了 这个一攻也是没法 比较容易的防起来的 所以在发球上面也得去发满力 语音未落 九号的外援 伍德里斯 又是一个发球得分啊 14比16 再来一个A4球 发在了底角 两个发球得分 15比16 这边分差又缩小到一分了 这样的话是再次打停了浙江德青 请求了第二局的第二次暂停 比分是16比15 这张德青还是以微弱的优势 暂时领先一分 第二次暂时领算了 第一次暂停了 加油 好,继续来看伍德里斯的发球 应声落地啊,刘昊南打了一条大斜线 打在了伍德里斯和崔湘宇的中间 两个人都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 这个线路的选择确实是比较准确的 哦啊,这个快球 是配舒服了,石增窗 应该也是他今天这,今晚这场比赛的 最痛快的一板进攻 再把杨宝奇再前排换回来 16比17 接下来的每一分都是关键分了 随着自己的这一分失误 再一次把比分 追平 黄奇明的发球轮 好球 自己接一传自己打,平拉开 上波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也是切一条斜线 18比17 陈内阳来到后排 这将德行这边是前排的三点攻 追发的杨宝奇啊 自己打 哦 杨宝奇明追回来 反击的机会 out 这一分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 就回来力量稍微大了一些 10号的张玉康 在下车的过程当中 也是听到了队友们的 急切的呼喊 借外借外 放掉了这一分 再一次追平 第二局开始有点胶着了 渔船送到位了 单手拍一个 嗯 这一分是没有打到篮王手 出界了 那这样的话 现在浙江德行这边 发球也是一直在追发杨宝奇这一点 直接自扣 被拦毁了 现在杨宝奇因为一船的波动 感觉整体上面的状态 也是有了起伏 保定交了第二次的暂停 这两分的分叉 也看到 主教练也是第一时间 在跟杨宝奇进行沟通 这个一船该去怎么样解决 看起来的 说是什么 太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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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船就能得出场了 暂停回来 陈将德青又是有了两分的领先优势 20比18 还是很敢发呀 调整弓 这一分的配合 王斌跟进的也是很快的 这个短球他上步三步变两步 跟上之后 瞧打 来看这个回放 其实他也没有完全的充分起跳 李永珍在空中一个背传啊 这一分发球失误 应该要提出挑战 关键分 关键分 来看这一分的挑战 进来到了第二局的20分 这一分是在界外挑战失败了 场上比分21比19 李永珍 又到了李永珍的发球轮 刚刚的那个发球轮他是卡了对手两个ace 这一分是依靠自己的失误直接过掉了这一轮 还是很想去冲击发球 20比22 下一分关键分 杨宝齐来到后排了 双人的篮网拿到了这个关键分 追到了21比22 如果刚刚这一分丢掉的话 比分来到了20比23 这边胜利的天平就会偏向浙江德勤 那浙江德勤这边王斌 四号位的进攻 其实一直是比较顺畅的 在关键的时候是被拦住了一个 12号的刘浩南 在第一局局目替补登场 在第二局依旧是敢于发挥 23比21 镜头也是给到四号杨宝齐 他这一点的依传啊 相对来说压力会大一些 确实是追发他 篮回在界内 关键分的好球 24比21 这样的话是浙江德勤队率先 来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手握三个局点 依旧是刘浩南的发球 发球失误 保定窝里还有冲击的机会 22比24 陈佩玉的发球 最终是没能够防起来 刘浩南在后二一锤定音 第二局 替补张冠华登场 也是打出了比较好的状态 那这样的话 浙江德勤是最终以25比22 拿下了第二局的胜利 两个队伍 大比分1比1打平 第二局 浙江德勤这边 调整状态也是比较快的 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 来看第三局的比赛 我们的牌照预计 感谢宣传的各位观众 您的大韓才有更好的浙江科技餐牌 我們的牌照聯賽越來越好越少飆各大位的大力支持 特別一切中國排骨協會 華萍體盤 中國運動 低伏群思 品特體育 白雪山 匯達韋律 品育會這麼多多一本建聯賽的大力支持 以及德金文綠體盤 上午餐 清晃股 又一本菜區賽事的比例協助 謝謝你們 兩次雲通道 垃圾 金文綠體盤 天津 靠近平地請櫻子 兩次雲通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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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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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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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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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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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